怎么样 我觉得整体的发挥 我觉得可能后半局会更好一点 因为确实 奥运会打完之后隔离了21天 可能对于像 我这样的年龄的这种状态 或者确实恢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没办法 因为全运会时间就是这么紧迫 那也是尽可能去调整自己这个状态 对 虽然我觉得其实自己的状态 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好 但没办法 只能通过比赛去一场场找感觉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身体状况 我觉得可能也就恢复到一半都没有 因为确实年龄大了 恢复比较慢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问题 所以更多的还是自己去克服 一场场比赛去找感觉 刚刚恢复这个训练的时候 二十几年没有这种对抗 刚刚恢复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难 特别身体很难受这类的 对就特别想休息 因为确实恢复起来会特别的累 而且 有一点多性 对而且我们回到福州也非常热 对所以有时候练一伙就很累 但这也是怎么说 应该算是自己的最后一节全运会了 对自己还是希望说能够为神里面去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实也我觉得比较正常 因为可能第一局那样落后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我现在真实的一个状态 对我只是想着说能不能就是打的就是更投入一些 或者是自己能够做得更积极一些 其实对于结果我觉得没有考虑太多 哪怕是今天说我今天输了这场比赛 我觉得也是也是很正常 因为确实自己的状态没有那么好 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包袱吧 对 尽可能的自己能够发挥出成龙最好的水平 对我觉得这样可能就够就够了吧 好